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側有一个侵蚀的点 但是它这个范围也是会被杀掩盖 这个范围的点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 因为相对的比例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2014年刚划设的 自然在关心早教野生动物保护区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地方就是我在2007年拍到的这个 也就是如果我们让这个开发案通过的话 全台湾的藻礁最壮阔的包括大坛 包括观音新屋 这个地方通通会被影响 白玉也被影响 所以也就是如果这个案子开发了 台湾就没有涨价生态性 一公里的凸体效应是影响到这一块 我们看到它开始已经击杀了 如果它的凸体到这边第二个凸体的位置的话 它这一块也会遇杀 到第三个北极的部分 它整块这边都会遇杀 那我拍的那个整个红色就是这一块 所以它的影响真的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而是包括大坛这块跟南北两侧 所有台湾目前存活最好的藻礁 通通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我认为说 其实你整个野生动物 你要真的做好保育 其实你叫整个它的栖息地 整块整片都要划色 你光是划色一小部分 然后你在旁边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那还是没有办法保护既有的野生动物 而且刚刚那个陈昭伦老师 他已经说明现在这边 就我们现在这块气地 他又有发现新的那个 珍贵的一些保育类的生物的动物 那我们认为说 我们希望说是那个政府能够尽快的 把它整片片都划色为野生动物部保育区 然后来完整的保护藻礁海岸 那再来我们想要强调的是 也是那个藻礁的部分 它是属于植物藻礁 珊瑚是动物藻礁 那藻礁是植物藻礁 我们认为这块的地方 竟然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植物藻礁 只要一个很珍贵的地景 你光是化野生动物保护区还是不足够的 我们协会在民国97年5月的时候 曾经去指定定那个小贩命西南岸的部阱 就是指定 希望提醒那个指定为自然地 希望政府把它指定为自然地景 那当时农委会跟桃园县政府去宪看之后 也认为需要保护 然后把它列车追踪 可是列车追踪之后就没有下文 已经9年多 将近快要10年的一个时间都没有下文 那我们认为说这块地方 如果不把它保护起来的话 一定会有更多的开发去破坏它 所以我们在今天会再去提一个新的 那个指定自然地景的申请书 又帮三个团体 我们会去向政府再希望说 能够把北岸的地方也指定为自然地景 同时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先做暂定自然地景 然后并且去暂定藻礁为自然经验物 整个那个藻礁的分布呢 最主要就是从大潭为中心两侧 那往北呢 大副西北呢 它因为有观工业区跟大原工业区 所以那边的藻礁原则上现在的那个生态 是真的是状况非常不好 所以在2017年之前呢 即使柴山是它唯一的族群 那族群量我估计大概就50个到200个群体左右 那这就柴山外海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崩落的石头 然后上面长了一些绿藻之类的东西 那这是大概的一个生态的环境 我所标的位置大概就是 那个就是我当初找到的这个摩世地点 那现在那个石头还在那个地方 OK在它下面 可是它下面的漆大概都没看破坏掉 这96年我从重新再去调查 做在在这个柴山看到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特性大概就是 第一个沙根浇混的地形 那水拙导动大 我们从工发有看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胶的漆地 它一样是硬底质的漆地 然后沙地水拙导动 OK 所以我们上次6月8号去那边限开了以后呢 那 之后我们就发现在水里面有长得像这类的东西 那依照我过去的经验 用手一摸 它就知道它应该就是珊瑚它硬硬的 那到底是什么其实不知道 那它为什么是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呢 第一个 藻礁提供的硬底质漆地 然后沙滩提供的沙 潮岸道有明显的漏洞 最喜欢这些潮溝 OK 这些潮溝里面都是非常适合它去生存的环境 那也就是说在大潭藻礁这附近的这些漆地 其实有可能就是它生存的环境 那我们去证明的 第一个我们把它拿回去 把它泡掉以后 我们用骨骼去证明 第一个就是模式种它骨骼的样子 这个是大潭藻礁长的样子 我们去做一个叫做DNA的确定 OK 我们把它DNA拿去做定须的 用生命条码的序列去做了以后 就发现大潭藻礁这一个四个样本 事实上跟模式上是放在一起的 那因为它的序列是R1-100一样 OK 所以从DNA从形态上 我已经完全确定它是属于财山多肺恐伤